英国哥说红法艾德的好友 去年因吸毒酗酒而离世 沉重的打击让他戒掉了20岁就染上的毒瘾 没想到今年3月他妻子在怀孕期间 被诊断出患有肿瘤 这些经历让他更加珍惜生命 甚至为自己的后事做好了安排 据外媒报道指出 红法艾德在英国家乡郊外的庄园里 建造了一座教堂 还纠建了一个目的 对此他向媒体证实 这是为了要给结婚的朋友们 提供一个私人场地 本他生命中许多离世的人都是火化的 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悼念他们 教堂建成后 红法艾德觉得这个礼太没了 他想要葬在这个地方 因此在地上挖了一个洞 铺上一些石头 当自己离世后就可以直接埋葬 他的朋友离世前没有立遗住 导致家人无所适从 因此他并不觉得为自己的后事做好安排 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对此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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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